男女生在一起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没话说 不说话吧 相关不同 吵架 他会让你付钱 第一次见面就放屁吧 就放屁吧 扣鼻子不小心被看到 吃饭的时候谁买单最尴尬 场上的事会很尴尬 没话聊的时候会很尴尬 聊的话题他们不会理解吧 刚见面有直男发言 就是互相没话讲就比较尴尬 双方初次见面约会 其中一方闹肚子对吧 就特别尴尬 比如说一方做了一些 什么偷心的事情 以为对方不知道 实际上对方已经知道 我不知道 我跟男生都相处得挺好 都是哥们 都是兄弟 没有什么尴尬的 逛街吧 我特别不喜欢跟男生逛街 就是特别不自在 两个人不在一个level上面 就你讲什么我听不懂 我讲什么你也听不懂 我上次打了一个腮红 我的男生朋友看见我老远 大喊说 你的脸是不是被人打肿了吗 你的脸是不是被人打肿了吗 我觉得就是我把你当正常相处的人看 然后但那个男生就 就是自己觉得我跟你有发展 然后你对我有意思这样子 就会对自恋 女的比男的有钱的时候 出门买单的时候 然后就会说 到底是你买单 还是我买单 然后还是我们A 然后又不好意思说 你刚见面就跟你端定 你们已经在一起了什么 以后要什么 让你在家做饭啊什么的 带孩子什么 让你不要出去工作之类的 请关注妹子有话说 我在这里等你